尋找田螺姑娘 今天是休息日 讓我們來看看熊大熊二他們 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兒呢 熊大熊二 媽媽要出門去找食物了 晚點兒才回來 你們在家裡要乖乖的 知道嗎 媽媽辛苦了 可以玩去了 熊大熊二 我們今天準備玩點啥呀 咱們不是和光頭搶也好了嗎 今天一起玩玻璃球 對對對 咋忘了你 現在就去拿玻璃球 熊大 你知道玻璃球放哪兒了嗎 不知道 我們一起去找吧 熊大 我們把家弄得這麼髒這麼亂 咋辦呀 媽媽最近太忙了 熊二 我們先在家裡打掃衛生 然後再出去玩 咋樣 好呀好呀 媽媽肯定會開心的 熊大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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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去玩玻璃球吧 光頭搶 等我們打掃完衛生就去 啊 打掃衛生 等你們打掃完 天都黑了吧 那咋辦呀 要是有田螺姑娘來幫你們打掃衛生就好了 田螺姑娘是誰呀 啊 連田螺姑娘都不知道 嗯 嗯 嗯 那好吧 我來告訴你們 田螺姑娘是誰 有一個善良的農夫 有一天 他撿到了一個大田螺 農夫把大田螺帶回了家 養在自己的水缸裡 救活了大田螺 為了報答農夫 住在田螺殼裡的田螺姑娘 趁農夫不在的時候 幫她做家務 這就是田螺姑娘的故事 太好了 我們去找田螺姑娘吧 請她幫我們 這樣媽媽就不會很累了 走了 放我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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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螺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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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兒啊 田螺姑娘到底在哪兒啊 要出來吧 啊 熊大 鋪頭強 找到了 你們快來看呀 哇 大水溝 啊 記得 故事裡的田螺姑娘 就是住在水缸裡的 所以田螺姑娘 肯定在這兒 田螺姑娘 你在家嗎 咋没有动静呀 难道田螺姑娘还没起床吗 田螺姑娘 太阳晒屁屁咯 该起床了 让我看看 老头讲 你看到田螺姑娘了吗 没有 可能田螺姑娘不住在这吧 那她到底在哪呀 我在这呀 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 嗨 熊大 小月亮 还以为是田螺姑娘呢 小月亮 我听见你们一直在叫田螺姑娘 就想到你们玩一玩 一点都不好玩 你们找田螺姑娘干嘛呀 事情是这样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 熊大熊啊 我不该逗你们玩的 我刚才在那边摘浆果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大田螺壳 你们说 田螺姑娘会不会住在里面呢 啊 真的吗 小月亮 太感谢你了 错了错了 是这边 哇 好大的田螺壳啊 天螺姑娘 你能帮我们打扫卫生吗 给啊看看 田螺姑娘 你咋不出来呢 哎 怎么样熊二 田螺姑娘 你在家吗 啊 嗯 不会是出去玩了吧 俺们再等等吧 也许待会儿田螺姑娘就出来了呢 哎 哈哈 哈哈哈哈 熊大 我又先回去了 妈妈还在等我的浆果做午饭呢 嗯 小月亮再见 变了 我想起来了 故事里的田螺姑娘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会出来 真的 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 外面没有人 俺们都不在 你快出来吧 熊儿 外面没人哪来的声音啊 对啊 俺们还是先把她带回家看看吧 哈哈 嗯 王渡强 熊儿 俺们先躲起来 这样田螺姑娘就以为家里没人了 快蹲下 嘘 哦 田螺姑娘咋还没有出来呀 熊儿 你偷看 没有没有 俺啥都没看见 熊大 你也在偷看 俺才没有偷看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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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看你们有没有偷看 俺知道了 难怪田螺姑娘不出来 她肯定知道俺们在偷看 嗯 嗯 啊 那咋办呀 哎 要不俺们出去走走吧 说不定等俺们回来 铁楼姑娘就已经把家里打扫干净了 嘿嘿嘿 好主意 好啊好 嘿嘿 俺们快走吧 嗯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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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 俺们快回去吧 田螺姑娘肯定打扫好卫生了 再等等 让田螺姑娘再打扫干净点 嗯 那好吧 哇 哇 田螺姑娘打扫得真干净呀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嗯 嗯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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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 我偷看 快醒醒 俺们要回家里 嗯 嗯 嗯 家里咱还是这么脏呀 啊 田螺姑娘根本就没有来 嗯 那个 要不 我们再等等 不行不行 太阳快下山了 妈妈马上就回家了 熊儿 俺们还是自己打扫卫生吧 嗯 我也来帮忙 我也来帮忙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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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íp 啊 � 这么干净啊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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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家里打扫的壳干净了 你们做的真棒 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这是哪来的铁螺壳 我们听光头墙讲了铁螺姑娘的故事 就想找铁螺姑娘帮妈妈打扫卫生 这样妈妈就不用这么累了 可是铁螺姑娘一直没有出来 原来是这样啊 光头墙 快过来 铁螺姑娘呀 就在这里 是哪儿啊 你们就是妈妈的铁螺姑娘呀 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每天上班都很忙 记得要多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哦 小朋友们 再见 想念 鸡鸡和毛毛是好朋友 他们常常一起玩耍 毛毛 看这边 哎 鬼蛮 还单不动了 小蚂蚁真聪明 呦 呦 哟 鸠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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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哟哟 哟kus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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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 毛毛你可真买 还是本王子牵着你吧 好啊好啊 走吧 哇 好大的香蕉 肯定很好吃 这有什么 今天我给你带一个大香蕉 大香蕉 七九王子 你对我真好 第二天早上 猫猫 快过来 猫猫呢 师傅 你也玩玩 姐姐 你也要玩吗 不不不 我不玩 我就想问问 你有没有看见猫猫呀 看你了 猫猫 不知道 要不你就会问熊大它们吧 好样的 熊大熊啊 你们有没有看见猫猫呀 猫猫 没有 姐姐 要不我们去外面找找吧 好啊 没来就没来吧 怎么子才不去呢 好了 姐姐 咱们走吧 我走吧 猫猫去哪里 姐姐 在哪儿呢 哼 事情就是这样的 哎 你们看 那是猫头鹰老师和大黑熊老师 它们在说啥呀 嗯 猫头鹰老师 你先回去吧 我去帮猫猫搬家 嗯 搬家 啊 搬家 哎 猫猫要搬家了 啊 不会吧 我得赶紧去告诉大家 哦 等等啊 嗯 嘿嘿嘿 妈妈 快来看看本王子画的香蕉 噓 对喔 猫猫都搬家了 吉吉今天不开心吧 手探 加油 帮动脚 看球 帮动脚太厉害了 吉吉 该你了 加油啊 吉吉 对呀 加油啊 吉吉 来吧 吉吉 加油 加油 球进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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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吉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吉吉 你太棒了 没意思 我不玩了 吉吉 要是毛毛在就好咧 是啊 可是毛毛不是要搬家了吗 熊大 你说毛毛搬家后是不是就不来了呀 有可能 凯特就是因为搬家才来咱们这儿的 毛毛说不定也会 毛毛才不会不来呢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吉吉吉 你是不是舍不得毛毛呀 粉王子才没有舍不得呢 哼 不跟你们玩了 对嘛 明明事有毛毛 哦 如果 哎 鸡鸡 怎么才能让鸡鸡高兴呢 哎 有了 鸡鸡 咱们去外面找毛毛吧 我不去 鸡鸡 可是毛毛马上就要转学了 你不去看看她吗 她没有跟我说她要转学 鸡鸡 是真的 大黑熊老师都已经帮她去搬家了 走吧 咱们去看看 我现在不想去 走啦 走啦 别拉我 我的香蕉 对不起啊 鸡鸡 我不是故意的 叫你不要拉我吗 我的香蕉 怎么办 鸡鸡 对不起 鸡鸡 你别哭了 别哭了 怎么了 鸡鸡 老师 鸡鸡 你怎么了 鸡鸡 你咋哭了 老师 我的香蕉 老师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小心弄坏的香蕉的 原来是香蕉坏了呀 没事的啊 鸡鸡 鸡鸡 你别哭了 俺家里有好多好吃的 明天给你带来 我也带一个大大的萝卜给你 还有我 我给你带好吃的松果 我不要 我不要 我救了我的香蕉 鸡鸡 只是香蕉坏了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学校后边有好大一棵香蕉树呢 鸡鸡 俺带你去 谁说没什么大不了 这是我要送给毛毛的香蕉 是我最大 最好的香蕉 可它还没有兰达 还没跟我说再见呢 为什么要转学 原来是给毛毛的 鸡鸡王子 毛毛 鸡鸡王子 鸡鸡王子 你不要哭了 本王子才没有哭 鸡鸡王子最棒了 毛毛 这是给你带的香蕉 不过已经坏了 没关系 鸡鸡王子 只要是你送的 毛毛都喜欢 毛毛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带最大最好的香蕉 好不好 嗯 可是 啊 我要转学了 我是来跟你说再见的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你转学 我不要 不要 毛毛 你别走 我不要你走 鸡鸡 好了不哭了鸡鸡 老师 你让毛毛不要转学好不好好不好嘛 老师也很难过 我们也舍不得毛毛离开啊 鸡鸡 虽然毛毛就要转学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再联系的呀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信给毛毛 嗯 就像以前一样聊天 说一说每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告诉他你很想念他 想念 毛毛 你会想念我吗 嗯 嗯 鸡鸡王子 我一定会想念你的 毛毛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可要多吃点香蕉 因为吃了香蕉 才能像我这样装装的 嗯 我记住了 毛毛 嗯 我们该走了 啊 我马上就来 鸡鸡王子 我走了 嗯 鸡鸡王子 再见 熊大熊儿 再见 再见 光头强 再见 再见了毛毛 大家再见了 记得写信给毛毛 再见 毛毛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 毛毛转学了 我们很舍不得他 可是不管毛毛去了哪里 我们都是好朋友 你们也会想念自己的朋友吗 快去告诉他们吧 小朋友们 再见 最棒的生日礼物 又是晴朗的一天 白云飘飘 多么美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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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呢 应该是出去找食物了吧 今天天气真好 熊儿 熊儿 快醒醒 别吵 让俺再睡一会儿嘛 熊儿 你忘了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快点 把礼物拿出来 妈妈生日 礼物 熊儿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泥仁包起来呀 要不 用树叶包起来吧 给妈妈一个惊喜 好 咱们找树叶去 熊大 要找很大很大的叶子 这儿有 好大的叶子 熊大熊儿 你们好啊 你好呀 凯特 凯特 你拿的啥 好漂亮呀 过几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这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给阿门看看呗 给阿门看看呗 好呀 给 哇 好美呀 熊大熊儿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今天是妈妈生日 阿门再给妈妈准备礼物呢 可以给我看看吗 阿门要走了 凯特再见 你们送的是什么礼物呀 阿门还没想到送啥呢 是啊是啊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用不用 谢谢凯特 凯特再见 你人实在太普通了 你看凯特给妈妈的礼物多棒呀 是彩虹 熊大 快来看 我要把彩虹送给妈妈 这才是最棒的生日礼物 嗯 你好 小语 熊大 想到妈妈收到礼物的样子 就好开心呀 我也是 哈哈哈 我们就快到了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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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去哪里 彩虹咋没了 彩虹 彩虹不见了 彩虹不见了 这下可怎么办呀 熊儿 要不咱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吧 嗯 走吧 熊大 你看 这是啥东西啊 哇 它在发光 是彩色的 那咱们就把它拿下来送给妈妈 好 妈妈一定会喜欢的 可是 咋拿下来啊 这也太高了 熊大 就让阿去拿吧 好高呀 熊儿 等等 阿就快拿到了 熊儿 这样不行 那咋办啊 别急 让俺想想 有了 熊儿 俺把你举起来试试 好啊 熊大 还是够不着 有了 有了 你先下来 掉下来了 在哪儿啊 赶紧找找 耶 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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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 别跑啊 给俺看看嘛 给俺看看嘛 不行 你毛手毛脚的 弄坏了咋办 咱们还拿啥送给妈妈呀 熊大 俺保证轻轻点 对 好不好啊 熊大 你就给俺看看嘛 就看一眼 熊大 好吧 就一眼 嘿嘿嘿 哇 好美啊 熊大 还好有你 就说不能给你看吧 走吧 俺们去找几片树叶 把它保护起来 好 熊大 再包一层吧 已经包了很多层了 不嘛 不嘛 再包一层就不怕摔了 好吧 耶 熊大 妈妈还没回来 给俺再看一眼吧 别看了 看一眼嘛 熊大熊二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你回来嘞 嘿嘿嘿嘿 妈妈 熊大熊二 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 嘿嘿 妈妈 今天是你的生日 生日快乐 妈妈 俺们还有礼物给您 还有礼物啊 嘿嘿 妈妈请坐 登登 是什么礼物呀 嘿嘿嘿嘿嘿 咋回事啊 咋都是水啊 不知道啊 难道是弄丢了 不会弄丢的呀 那是在路上弄丢的 对 哎 礼物 礼物 你在哪儿 礼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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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二 咋呗 熊二 礼物没了 熊二 熊二 别哭了 别哭了 快跟妈妈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嗯 俺们在雪山上发现一个能把彩色光的东西 想把它送给妈妈当生日礼物 俺们还特意用树叶包起来 怕弄坏脸 结果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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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彩虹光 哦 那是冰晶 妈妈想 它可能是化掉了 咋会这样 妈妈看你们昨天忙进忙出 神神秘秘拿着一个东西 那是什么呀 那是俺们捏的倪人 俺们觉得不好看 所以 想给妈妈一个更好的礼物 你们把那个倪人拿给妈妈看看 好不好 妈妈 给 这么漂亮啊 熊大熊二 妈妈很喜欢 真的 嗯 只要是你们用心准备的礼物 妈妈都喜欢 在妈妈眼里啊 这个倪人比冰晶更美 妈妈生快乐 妈妈生快乐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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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谢谢 谢谢孩子们 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的生日 你们会送啥礼物呢 只要你们用心准备 他们都会喜欢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好 是啊 是啊 啊 吗 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